輝哥早晨 早晨Chris 前幾天有個客人下來 戴著一隻鐵包 是 但是他自己做了一條DIY 是 Aftermarket的帶 嘩很有味道 是 原來鐵包不一定是鋼帶 或者是他原裝的LATO帶 是 他做了一條帶 我想完全好像把錶變身了 有另外一種感覺 是的 他都覺得很棒 是的 非常滿意 他帶的也很有型 我們今天試試永時的三個鐵包 Railmaster的飾麵 去搭配不同顏色的皮帶 我們特意做了這隻 這隻不是一隻鱷魚紋 又有一點粗礦 我覺得配合Railmaster的味道 就是Railmaster本身也不是Dresswatch 是Rail 是鐵路 那個客人都配一些類似Dirty Brown 和那些叫做 輝哥 不如這樣 你試試 這隻黑臉 你試試看 不如我拿著黑色 黑色 你試試看黑色上下 拍下去看看有沒有感覺 大家 真的轉了不同 不是 真的斯文一點 對 有不同的感覺 對 真的變成了整隻 我覺得又變成了軍標 對嗎 對 即是有一種味道 他也是配一些類似 類似的 那些叫做什麼 Vintage的帶 對 類似的 軍標帶 那些是軍標帶 對 本身的盤子都是有少少軍事 粗獷的 對 加上帶子 穿西裝其實都可以 其實他這個也是 對 都很斯文 正呀正呀 你明白嗎 那條帶子的顏色 亦都配合它 那些Marker的顏色 這個是配襯的面子 這個顏色 又不是很Glossy 它不是Glossy 好像牙 有少少牙黑 它這隻又是 又配襯的 不過咖啡帶把它拍下去 好嗎 逐個顏色試一下 這是黑面 黑面配咖啡帶 可以嗎 又可以 為什麼呢 你現在配咖啡色 好像又跟這個 字釘 不是字釘 那個叫夜光 夜光那種啡色 好像可以配合到 是呀 是嗎 我試一下 銀色 銀色 你做啡帶 好嗎 黑帶 看看是否合得到 咦 絕對可以 簡直是正 可以 可以 有淺色的效果 是呀 這個效果不錯 是呀 如果這個銀色 可以淺色一點 條帶變得更加突出 現在是一個銀面 銀面搭配啡帶 也可以 也可以 即是配合到 輝哥 藍色 藍色 看看是否配合到 藍色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藍色的復古帶 先試了這個色 這隻藍色 嘩 輝哥我覺得這隻OK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其實原來這些是可以這樣配搭的 是呀 這隻藍色 它的秒針 就做了一種鐵獸啡 是 好像鐵路生壽那些 是嗎 是 特別之秒針不同 是跟那兩隻不同 嗯 而且它這隻藍色很複雜 又有黑線 又有銀線 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配合一條啡帶 最後 好 好 嘩 我覺得真的幾百搭 猜不到藍色 這個呢 contrast 就大些了 因為可能呢 黑色就比較淨色 啡色我們都覺得呢 是有些不同的色系 是 有些Earth tone Earth tone比較強 這隻啡呢 其實跟 Rail Master 這隻鐵獸啡呢 嗯 是有一致性 是 其實這個最好看這個 是吧 啡色這樣 配這個Rail Master 好 我還有一個色的 怎樣啦 喂 OK 輝哥又拿了一條 真是獨家的東西出來 真的 它這個色呢 還有淺一點色的 這條帶的色 原來可以這樣 現在這個藍色呢 就比較深一點 還有一隻淺一點 是 時間的關係 我就展示這隻 讓大家看看 是這樣的 你這個就是整個 有一致性 即是藍面藍帶 不過呢 我想說一下它這個 是很粗獷的設計 它這個呢 那個線是這樣的車 是 是 是 跟我們一般 這些是很以前軍事味道的 是 是啊 即是不是說很 Elegance 那種這樣的 鱷魚紋 是 這種粗獷的味道 軍事粗獷 即是可以多樣東西 給觀眾看看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好啊 我覺得 各樣都很配合 我覺得 即是它的表面 即是藍色、白色 和黑色 配這個啡色 和黑色帶 都非常好 有興趣再來看看 皮底也有 可以買一隻鐵壩 來配不同顏色 可以買一隻手 跟皮底也有 快出了 好 感谢观看